各位,上次虚足急忙中,抓住了后摩子一只手,死都不肯放啊,后摩子连续使了三次强力都摆脱不了,真是老猫笑傻,他突然间缩手弯腰,在蜜桶里头就拔出一把匕首,一插拆虚足肩头了, 去捉以前学的,全部是凶手拆招,突然间匕首拆到,就不知怎样招架才是了, 琴琴青就去捉扣摩子的右手,他一捉是天山折梅手的琴拿手法,又快又准,三只手指一搭对方手腕, 手指弓和手指尾就立刻收拢了,就在这阵时,扣摩子掌心竞力一套,匕首脱手而出, 驱摩子两只手都握着对方的手腕,咔嚓声,被匕首插入肩头,旁观的众和尚就齐声惊呼了, 冠心杜青的几个公正人,也忍不住拎摩子,以扣摩子这样的身份, 斗不赢少林这一个年轻和尚就已经够坏了,现在还要拿兵器出来偷袭, 简直是不成体统,突然间,人群中标了四个和尚出来, 青光闪闪,四把长剑就同时刺向扣摩子的咽喉, 他们一起约出,一起出手,四把长剑只是同一方位, 剑法快甲狼,扣摩子双脚运力,想向后跳,一拉,拉不动, 虚竹觉得颈喉屈,已经痛了,原来四把剑的剑尖, 已经顶着自己的皮肉了,听见那四个和尚出声说, 不知丑,快去死吧,咦,那些女人的声音来的, 虚竹就另一头看看,哎呀,这四个和尚,居然是梅兰谷足四个丫鬟扮的, 他们头上戴着和尚帽,身上穿着和尚袍, 哎呀,惊奇到什么,连望叫着,米伤人命啊, 梅兰谷足齐声答应,哎呀,不过剑尖照样怼着沟摩子的咽喉, 沟摩子这魂不怕了,哈哈, 小林子不止以多为声,而且暗藏春色,几百年清余, 原来如此,我今天凉教了,去族又怕又急,哎呀,都不知怎算好, 就立刻松开手,放开了沟摩子先,谷剑就来帮他拔下肩膀那把匕首, 咔呀,那些血就飙行出来了,谷剑连望丢下长剑, 在怀中拿出一条手筋,就帮他包扎伤口了, 那梅兰捉三妹的长剑呢,照舊指着沟摩子颈喉, 好啊,去族问他们是怎样来的,这时候, 扣摩子又掌一挖,使出火炎刀的神功, 咚咚咚咚,梅兰捉三把长剑从中断开, 三个女孩大吒一惊,声声向后跳开, 看下手中把长剑,把把都剩下半截断了, 哈哈哈哈,扣摩子仰天长消, 向着袁慈方丈说, 方丈大师,现在你怎样解释啊? 袁慈这阵时就闹着面子说, 唉,这些中间的缘由, 老衲确实不知道, 国师会尽快查明,按本子戒律处置, 国师和众伟师兄远离辛苦, 请去客舍奉斋线啊, 好,那就打扰了, 扣摩子讲完,合十行礼, 袁慈还回一礼, 扣摩子合起双手, 向旁边一分, 暗中混洗火焰刀神功, 响了四下, 梅兰谷足四姐妹齐声惊呼, 为什么? 原来头壳顶和尚母无风自落, 露出了满头秀法, 有几百条断了头发, 跟着和尚母飘落地下, 哼, 扣摩子显出这一手功夫, 不只是炫耀自己, 能够断发而不伤人, 表示手下留情, 同时明明白白的显示给人看, 那这四个是女人来, 要少林和尚没得抵赖啊, 神山, 冠心, 杜青, 容置你一班公正人, 突然见到少林子里, 有着和尚装促的女人出现, 个个都恶了, 不只是说少林子是名山古杀, 就算是尋常一座小小妙语, 都不到有这种违反戒律的行为, 见到源池方丈, 请他们去食斋, 个个都不出声, 心事重重地走出大红宝殿啊, 那这班恶人刚刚走出去, 梅剑就马上对虚足说了, 主人, 我们姐妹四个狮子落山, 前来服侍你, 你千万不要责怪啊, 难剑就折着说了, 哼, 那个元庚和尚对主人无礼, 我们姐妹打了他几餐, 他才自惊, 哼, 想不到这个西域和尚又整伤主人啊, 哦, 去着这才知道, 蔡苑的管事袁根, 之所以失惊无神对自己这么好, 原来是受他四姐妹的威逼, 照这么说来, 他的四姐妹桥庄扮和尚, 潜入子女头很多时日了, 哎呀, 急到他都扔了脚了, 胡闹啊, 胡闹啊, 他就立刻在如来佛像前面跪下, 哼, 弟子前身罪孽深重, 今生又未能遵守清规戒律, 以致为本子野下无穷祸患, 功请方丈重重责犯, 谷剑就说了, 主人啊, 你还做这些和尚来做什么啊, 我们不如回去飘渺风靶吧, 这里青菜豆腐, 油香都没滴, 又要被人管束, 有什么好呢, 那个竹剑呢, 还指着袁厨话, 喂, 老和尚, 你说话得罪我们主人呢, 我四姐妹对你不客气的, 去竹就猛地喝着他们, 不得无礼, 快点收声那样, 但是, 那四姐妹, 你一言我一语, 这些呱呱, 居然当袁厨的一帮老和尚不是东西, 哎, 少林忠和尚真是仗义金光摸不着头脑, 眼见这四姐妹上貌一无一样, 明艳招人, 骄傲活潑, 一派无法无天, 实在不知是什么来路, 看, 原来这四姐妹, 是大雪山下的贫苦人家的女儿, 她母亲本来已经生了七个子女, 后来再加上这一胎四女, 实在是没有能力养育, 生出来之后, 就丢在雪地上, 好, 就碰巧, 同老在雪山彩虐, 听见孩子哭声, 哎, 见是四个同样的女婴, 就觉得很有趣, 带回去灵袖宫抚养长大, 就受以武功, 四姐妹从来未落过飘渺风一步, 又怎知道人情世故大小辈份呢, 他们生平就听同老一个人的吩咐, 等虚足做了灵袖宫的主人, 他们也就死心塌地地侍奉了, 他们只知道对主人忠心耿耿, 根本不知道这些胡闹妄为有什么不对的, 这阵子只见原池方丈, 对着手下的和尚就说了, 这里除了原字背众众位师兄弟留下, 其他都先回去, 慧伦亦留下一下, 众和尚齐声答应, 按照背份就一行行出大红宝殿, 没多久, 大殿道就剩下三十多个原字背的老和尚, 和虚足的师傅慧伦, 还有灵袖宫的四丫鬟, 虚足的师傅慧伦, 也在佛像前面跪下说, 弟子教会无方, 座下出了这些猎徒, 请方丈重法, 但竹剑就喊声小笑话, 嗯, 你的功夫这么水皮, 都配做我主恩的师傅? 前面在松树林道, 连续弃低你八次的那个蒙面人, 就是我异者了, 去着我厅, 哎呀, 又暗暗叫苦了, 咬了大忌, 他们连我师傅都弄买了, 又听见蓝剑小绝说, 嗯, 我听袁根说, 你是我们主恩的师傅, 那就要试下你咯, 三妹今天如果不说, 怕你这一世都不知道前晚 为什么会连续中了八个关斗的, 哈哈, 几个人, 几个人了, 袁慈这时候就马上叫他四个师弟, 不要被四位女狮子乱说乱动那样, 梅剑就说了吧, 哈, 不让我们连续连动, 我们偏偏要连续连动, 你管得到吗? 那袁慈这四个老和尚, 双手隔着衣袖, 就分别捉煤烂谷足地了, 四个丫鬟手中把长剑, 仙头已经被扣摩子弄断了, 知道他们还想还手, 但是被虚足喝住, 四姐妹听见主人呼喝, 就恶了一下, 他们的武功本就拍马都追不上原残的四高增, 一失先机, 即时就被人捉住了, 梅剑用力一搓, 搓不上手出来, 就生气了, 哈, 哈, 我们听主人的说话, 才对你们客气了, 哎哟, 哎哟, 好痛啊, 你这么大力捏住我的手, 做什么啊? 第二个难剑就跟着说了, 喂, 小突炉, 你快点放开我啊, 唉, 捉住他手腕的玄愧大师, 胡桑眉毛都白了, 七十多岁人了, 还被他叫做小突炉啊, 接着听见捉剑又喊了, 喂, 你再不放手, 我, 我连你老婆都骂了啦, 谷剑也不执书了, 那我, 我又吐口水的啦, 一吐口水就吐了完正道, 袁正那边側背开, 手指一加力, 曲剑也通通咬咬哒, 语哒咬鬼杀那样嘲, 嘸, 大红宝殿本来是妝严佛地, 稍时间成了些女孩子聊事斗嘴的地方, 袁慈就说了, 四位女师主安静米醋, 如果再出声的, 四位师弟就点了他们的雅穴啦, 四姐妹一听要点瓦月 那不是玩的 就嘟嘴不敢出声 原残的四位大师 也放开他们的手 站在一边监视着 言辞这样才叫虚足 将经过的情犹 从头讲起 于是 虚足就将 奉方丈的命令 落山送帖 又怎样撞到 园兰惠方施宿白 园兰是怎样死于 丁春秋的剧毒之下 一直讲到 怎样撞到天生同老 怎样深入西夏皇宫的兵教 后来成了灵袖宫的主人 这段经历过程繁复 他讲话又不方这个人 轮轮进进 讲了很久 虽然是拖泥大水 不多清楚明白 但是事事交代 毫无被漏 连在冰教上 和梦中女郎 犯了戒淫件事 也吞吞吐吐 说出来 哎呀 众高僧越听越惊讶 这个小弟子的 祭遇知奇之巧 武林中实在前所未闻 那众人先头 见到他剧斗 沟摩智的身手 对他所说的毫无怀疑 哎呦 如果不是他一身 集了逍遥派三大高手的神功 又在灵袖宫的石壁上 领悟了上乘武艺 又怎能够敌得住 套翻国师的绝世神通呢 虚触说完了 向着佛像五体投地 揹手礼拜说 弟子无名将冲 陈构不随 一遇外摩 就立刻把持不定 连犯分界 酒界 杀界 淫界 背弃本门 学练旁门外道的武功 又招致四姑娘入旨 败坏本子称裕 罪大恶极 罚不声罚 只求我罚慈悲 方丈慈悲 他越想越难过 不由得痛哭失声 原池想了牌就说了 众位师兄师弟 去足这番遭遇 非彼尋上 事关本子千年的清语 本座一个人 也不便擅自作主 要请众位共同来赠着了 原生就大声话了 啟品方丈 虚足的过失虽然大 功劳也是不小 如果先头不是他在危急之際 出手阵住那个翻增 混摩字 本字在武林中 还哪有蜡烛之地呢 照小曾之见 命他忏悔前妃 以消罪孽 然后在达摩院里 精言武艺 以后不准出子 不准过问外务 那便可以了 进达摩院研究武艺 是邵林和尚一项崇高的职司 如果不是武功到了极高警戒 就绝对不会有这个资格的 源自背三十几个高增中 进达摩院的才八个人 原生自己都没够隔进去 他倡议虚足进去达摩院 非但不是懲罚 反而是大大的掌赏了 戒律院的首座原直就说了 哦 如果照虚足的武功造艺 进达摩院都可以的 不过他现在所学的 乃是旁门武功 少林达摩院 又留得旁门高手在里头吗 原生师弟 你有没有想过这一层啊 哎 原直这么说 大家都觉得原生先头的提议 又不多妥了 原生就说了 那以师兄之见又如何是好呢 原直说 嗯 我都没曾想好 去足有功有果 有功当长 有果当佛 这四个姑娘入来本治 乔庄为增 并非出于去足之意 我们坦诚向沟摩治神山 诸位讲明真相 他们信也好 不信也好 最重要我们无愧于心 不用理会旁人 怎样猜拆的 但是虚足背弃本门 令和旁门武功 少林子就恐怕不留得住他了 他这么说 一字这么浅 是要驱逐驱足出子了 破门出教是佛教最重的惩罚 原直跟着又说 驱逐连范几种戒律 本应要废了他的功夫 才赶出山门 知他原来连范的武功 一早就被人化了 他现在身上所付的功夫 并非学自本门 我们也无权废他 驱逐这阵时 流着眼里就猛地挨了 方丈 众位太师伯太师叔 请看在我佛面上慈悲开恩 等弟子有一条改过自身之路 无论哪种责罚 弟子都甘心领受 不要赶弟子出子就行了 众老和尚你看我 我看你都拿不定主意 听虚足这样说法 他是很诚心悔悦 所谓放下屠刀立定成佛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佛门港大普道众生 对穷空极恶执迷不悟的人 尚且要千方百计的点化他 何况对这个迷途知犯 自小出家的本智弟子 又怎么可以绝了向善之路呢 唉 今天如果没有外人在场 众位老和尚 见他真心忏悔 就一定不会赶他扯 但是现在眼前的事 牵涉到沟摩智 哲罗星的几个藩帮胡争 而且中土的清凉普道等 几位大致苑的高增在场 如果对虚足扎罚不言 天下是必都会说少林子胡短 但中门户就不论是非 只讲武功 不管戒律 如果这样的说法流传出外 又一样毁了少林子的清誉 就在这阵时 有个老和尚被两个弟子扶持住 在后殿就慢慢走出来 那正是先头受伤的元道大师 他被沟摩智子力 嘟穿胸口三个洞 回到增防休息 掛着大殿上双方争斗的结局 就派遣弟子不断回报 等听见沟摩智已经暂时退开 更高增质寻虚足 就惊着佛的重我头 当时马上大伤又出回大红宝殿 他一见到原池方丈就说 方丈我这条老命是虚足先头救翻 我现在有一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 原道的年纪都比原池大 品德也素黎受到泉子上下的尊敬 原池方丈一见他出来 年纪叫他坐下慢慢说 别整痛伤口 原道就继续说 救我一命不算什么 至今有六件大事 还未曾办妥 如果留虚足在少林寺 就大有得益 赶他扯 这就难了 戒律院的首座原池大师就问 师兄所说六件大事 第一件 肯定是指沟摩智未退 第二件 是指波罗星偷渡本子武经 第三件 是刻意帮新任帮主庄罪炎 想做武林盟主 其他三件 师兄是指什么呢 唉 袁道长叹一声才说 袁碑 袁虎袁痛袁难 四位师弟的性命 袁道一提起这四位死了的和尚 在场的人就一起合十念佛 阿里托弗 袁道大师先流所提出 有六件大事未曾办妥的 还有三件是什么呢 要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在哪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